第五集 思追猛地一下抬头 眼睛里满是兴奋和喜悦 声音不自觉带了些颤意 则吴君 韩光君 要出关了 忘记明日出关 看着因为骤然惊细 而有些不知所措的孩子 蓝西辰笑着点点头 温和地道 怎样 思追 高兴吗 能见到你日日盼着的师尊了 思追一下子笑了 露出了如玉的乳牙 高兴 因为患牙获了个缺口 思追已经很久 不曾这样实态地笑了 听闻韩光君即将出关 他高兴得一下子什么都顾不上了 虽然大家都对他很好 可他总觉得只有韩光君是不一样的 好像 韩光君才是他的亲人一样 当然 这也可能是韩光君是他师尊的原因 哈哈 思追的牙也没了 旁地里突然窜出一个 跟思追差不多高的孩子 指着思追的嘴爆笑出声 锦衣 思追已经慌忙闭上了嘴 锦衣什么时候来的 一 这家伙 蓝锦宁眉眉毛一挑 刚要说话就听到后面出来 蓝起人气急带坏的声音 蓝锦衣 锦衣眼唇惊呼 啊 惨了 光顾着笑思追 一时旺行了 完了老先生还没走 不准大声喧哗 你不知道 锦衣立即垂下了头 锦衣知错 蓝起人从后面上来 看着锦衣吹胡子瞪眼 既然知错 为何总是不改 锦衣捏如着嘴 吞吞吐吐地道 忘 忘了 蓝起人绣袍一服 喝道 家归二十遍 要不是这小子的鬼话服 着实伤眼睛 他恨不得让他抄一百遍 是 锦衣扁着嘴 完了 今晚又要拼命抄家归了 前二的还没抄完呢 不准再鬼话逃福复衍了事 不然就给我抄一百遍 是 锦衣哭丧着连老是阴了 不答应不行 不然回头屁股又要遭殃了 可他已经是很认真在抄了 毛笔不听话 他有什么办法 见到蓝起人过来 蓝西尘带着丝锥和锦铭让到一侧 纷纷见礼 叔父 老先生 嗯 蓝起人点点头 刚要说话 看到一侧的丝锥和锦铭等人 又把花咽了回去 道 忘记是明日出关 蓝西尘温和地道 是 蓝起人点点头 仰头看了看屋檐外的蓝天 道 出关之后 让他先来见我 我们一起去长老殿 三年了 长老们也该能放过了 蓝西尘点头 是 长老们明日都在 七长老已经亲自给他递了话 有整个长老殿作为后盾 长老们再不会为男旺鸡 狂掏恶浪 终于过去了 蓝起人微微叹了口气 旺鸡这次的错实在太大 单凭他和西尘对上组里数十位长老 还是薄弱了些 若不是七长老鼎力支持 大长老努力压着 只怕不是三年禁闭就能了事的 能有如今这样的结果 已然万幸了 蓝起人回头 看着一旁恭敬势力的三个晚辈 微微皱了皱眉 想了一下 才看着思追对蓝起人道 思追也带上 思追这孩子他还是很满意的 比其他小弟子听话多了 既然忘记如今出关 这孩子自然也就交给他了 再过了长老殿决议 这孩子若是弟子的身份 也就能坐实了 是 蓝起人躬身英了 思追先是一愣 紧跟着行李答应 是 思追跟在蓝起人身后 站在寒潭洞外 看着那个高大的身影 一步步迈出洞口 周围的弟子门人 纷纷行李问好 雪白的长袍 瘦削的脸 淡琉璃色的眼睛 毫无效益的神情 那是韩光君 他的师尊 忘记 蓝起人亲自迎了上去 兄长 蓝忘记停下步子 端正一礼 蓝起人仔细打量着 自己足足两年未见的弟弟 发现他虽然眉目如常 神情却有了一些 极为微妙的变化 具体的是什么 一时间又形容不上来 唯一能确定的是 那双淡琉璃色的 眼底愈发的冰凉 韩光君 周围的门人弟子 都对着蓝忘记 恭恭敬敬地行李 嗯 蓝忘记淡淡地 听了一声 却调转目光 看向了站在最后 有些淒淒爱爱 不敢上前的小小身子 蓝忘记张了张嘴 刚吐出一个字又顿住了 最后一个字 掩在了喉咙里 啊 愿 蓝忘记的声音太小 除了他身侧的蓝西尘 其他的门人都无从察觉 蓝西尘看了看蓝忘记 又看了看阳光下的丝锥 微微叹气 三年了 忘记貌似人味走出来 对了 麻木 他想起来了 忘记的眼底陌生 而又熟悉的感觉麻木 因为痛到极致 而丧失了知觉 一如当年母亲离世之时 韩光君 丝锥红着眼眶站在后面 他盼了好久好久的 韩光君终于出关了 可他却有些不敢靠上前去 不是怕韩光君责罚 就是有些莫名的心慌 万一韩光君不喜欢他怎么办 蓝西尘咽下口中的叹息 冲着丝锥招了招手 丝锥 你不是一直盼着韩光君出关吗 还不快过来 是 丝锥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 这才不许不急地走了过来 蓝忘记微微脸目 三年时间 阿怨 不 丝锥也这么大了 若不是眼底的忐忑和紧握的小拳头 他差点了忽略小家伙的紧张 他在害怕 还是在担心 韩光君 丝锥走到蓝忘记跟前 恭恭敬敬行了一个大礼 丝锥给您请安 丝锥 忘记冰冷的眼 一下子泛起了一些水花 他立即垂眸 眼下眼底的酸色和不甘 学着曾经那人的模样 伸手扶上了丝锥的头 乖 一个字 似是已经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让他的身形 有些微不可查地晃动 忘记 蓝锡尘有些担心 难道三年还没养好上吗 蓝忘记摆了白手 无碍 不过是一时情绪波动大了一些 头顶的遥远而熟悉的温热气息 让丝锥一下子红了眼眶 韩光君 蓝忘记缓缓蹲下身 淡琉璃色的眼眸 看着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 认真地道 丝锥 以后跟着我学琴 好吗 叔父和长老们怎么想的他不是不知道 只是他已经不想再跟他们周旋 也无意再去改变什么 自然 他们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丝锥是那人留给他的责任 也是他最后的念想 他一定会把丝锥带在身边 养大成人 一起等着那人回来 丝锥笑了 乌溜溜的眼睛里 全是喜悦和快乐 小嘴张得大大的 又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白玉乳牙 翠生生地应道 好 蓝忘记也终于笑了 哪怕只是极浅的一抹 那一笑 宛若雪地里绽放了一朵极美的雪莲 瞬间把丝锥看傻了 傻孩子 还不给韩光君磕头 蓝溜沉笑着点醒丝锥 啊 是 丝锥顿时明白过来 立即就要跪地磕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